我在火车站等人 或者在飞机上等人 如果说晚点了 或者说火车晚了 两头走 他把你心里很烦 你看 这也是等人 诗亲友 他说 暗暗平云 蒙蒙时雨 巴表同分 平露依族 禁忌冬仙 春老豆腐 凉棚幽妙 严守 烧手 严柱 暗暗 平云暗暗 时雨蒙蒙 巴表同分 平露成江 游久 游久 咸饮冬仓 怨言怀人 舟车已重 东元之树 枝条在荣 尽用心好 亦依余情 人已有言 日月如针 安得除夕 说必平生 翩翩飞鸟 兮我亭科 念何贤子 好生香何 岂无他人 念子诗多 怨言不惑 暴恨如和 所以他的师父 你可以看得到 他很想要这个朋友来 我认为一个感情越丰富 一个越有智慧的人 他越需要朋友 他如果没有朋友 他可能感到很孤独 心里越敏锐的人 他可能越孤独 他盼望朋友来 因为我在农村长大的 但是我好多年没回到农村去了 原来在长大的 那是糊里糊头的长大的 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骨头 有时候抖子太饿了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太酷 我们在文化革命中间长大的 我准备写一篇文章 饥饿的感受 那种饥饿 那整个饿都没办法 根本没想到什么叫骨头 我觉得骨头是一种比较高尚的痛苦 你们这个年龄没有我们那个时候的感受 我跟你们说 你们不容易理解 不是太容易理解 你跟你很多互母聊 你就知道 那个时候他 我的斗子里面咕咕叫 那个时候十几岁一二十岁苦都没办法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每次上高中 一苦十甜的时候 总是写我们今天很幸福啊 对吧 我们的确也感觉 那个时候没有感觉到自己怎么痛苦 毛主义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还有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 没有解放 那个时候我们又真的是很相信 七八年改革开放以后 又再让我们一步十点 又说改革开放以前是多么痛苦 现在是多么幸福 我们在我们那个时候又说 19年以前多么痛苦 现在又说改革开放以前是多么贫穷 我准备把这些两篇文章 一个是饥饿的感受 一个就是我人生的两四一苦十甜 陶渊明他肯定想这个朋友 他有一点孤独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说不是说周边没有别的人 岂无他人 但是他最想的这个人没来 念子思多 怨言不惑 抱恨如何 他肯定很遗憾 那个恨就是遗憾 他很遗憾他没来 为什么没来 大家看得到什么原因 一路下雨 蒙蒙思雨 而且搞得怎么样 第一点 巴表同分 平露宇宙 第一点 第二点 巴表同分 平露成江 他说这个车子来不了 来不了 来不了 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你看 春老禁忌冬仙 春老豆腐 一个人在那个亭子上 慢慢慢慢地喝酒 喝门酒慢慢地喝 慢慢地喝 我喝酒也没有风斗 要么就不喝 一喝酒一大口就喝完了 算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说有酒有酒 鲜饮东肠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说人已有言 日月余真 时光流得很快 难得走行 说笔平生 他希望这个朋友 一起聊天 我不知道同学们怎么样 我认为一个人一生 一定要有几个 非常好的铁锅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你们女孩子叫贵宗密友 对吧 男孩子叫铁锅 我觉得很重要 很重要的原因 在哪个地方 我结了婚 我就知道 有些话 跟老婆也不能说 对吧 跟很多人不能说 只能跟朋友说 跟老婆不能说 是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 有一部分原因 我估计是 比如说有的时候 不太自信 男的总想在自己太太面前 表现在精神得手 比如说这个事情明明显地搞不定 老婆很急 那马上就跟老婆说 没有问题 我很快就搞定了 对吧 我记得第一次谈恋爱 在个山上走回来 大概有个野兽一叫 大家都很恐怖 女朋友很紧张 我说紧张什么 因为我呢 其实我也很怕 都是一样的 但是又不敢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 不是怕别的 怕他瞧不起 说怕什么 因为我呢 其实我也很怕 一走过的那一段 心里就轻松了 心里就轻松了 那么陶渊明也想有人来 要换 大家可以看看他 他前面有个序 他说 征战辛劳 元烈抽荣 这好懂吧 他 要约一个朋友一起聊天 那边 辈子里面倒了很多新酒 古人 我和大家讲 我们今天喜欢喝成老 成年老教 唐朝以前的人 包括宋朝以前的人 都喜欢喝新酒 如果喝成酒就是很穷的人 原因是什么 我们今天的这种酒啊 我这是拔开水 酒和我们今天的拔开水一样 我们的拔酒 为什么 我们的酒精提的很纯 一点渣子都没有 古代的酒里面 它是荤的 你看 我们经常说佐酒一杯 对吧 为什么佐酒一杯呢 就是那个用高粱 用大米 量酒的时候 还 你们喝甜酒 大家就知道吧 那里面有渣子 对不对 就是我们古人喝的酒 和那个甜酒和白酒之间的一种酒 那么这种酒 如果时间长了 就酸 听懂了没有 就不好喝 那么我们就要喝什么呢 古人就是新娘的酒就最好 把你新陪酒 红你小火楼 听懂了没有 晚来天遇邪能饮一杯无 他就要喝新酒 那么喝酒喝成酒就不好 大家都知道 别人说 他说 是南是北皆生水 但有群友日日来 花尽不成圆客少 蓬门金属 未冰开 盘生寺远 无奸位 尊酒家瓶 只旧陪 记不记得 旧陪就是旧酒 成酒 尊酒 家瓶 只旧陪 为什么喝成酒 他没有钱 都府是个穷光蛋 他买不起 他这里面 征战辛劳 圆烈抽荣 好懂吧 春天来了 他有新菜 你看 古代的人有没有大棚菜 听懂了没有 那一到了秋天 一到了冬天 你的菜很少 一到春天 就有很多新菜来了 你看 刚好凉的酒 新酒 新菜 最后来 等到朋友来 一切都准备停荡了 就是准备等只有来 抽携谈心 大家可能 我不知道你们的男朋友怎么样 你什么朋友 我不太了解 我没有跟我老婆好交流过这个问题 我 我们现在有个好朋友 调到广东 既交大学去了 在广东一个大学里面教书 原来在我们这里生活的好朋友 有点夜晚我们在聊天 从夜晚的八点钟聊起 一直聊到夜晚的两三点钟 什么都没干 两个人都在审聊 我的太太到处找找不到人 他以为我干坏事去了 没有 他要起早八早 找到我那个朋友家去了 他大事已经两个人都在这个房子坐着谈 他说你们两个大两个人都坐着谈 一样 他什么呀 我就觉得很高兴 有房子有谈的 他现在每次来了 但我真的就专门找个时间 跟我好好聊一聊 我觉得 大家注意 但不通常遇上了 诗语蒙蒙的鬼天际 蒙得把表 蓬坤 平露成江 所以终于因为周车里从而不能如愿 诗人平静的西说 日月如争 人生胆战 不能亲密的说笔平生的遗憾 和春老豆腐的孤等 但他并没有留了住一时一号的烦躁不安 诗中反复的炫愿 禁忌东县的安宁 显饮东超的自在 枝条赞容的欢乐 所以连飞到门前 树子上七星的鸟儿也炼和贤子 显得是那样的悠贤 诗人说 虽然说鸟儿的贤子 便有彼此相互的欢迎 而人 贤隐却没有彼此相救的良友 反正是诗人的殷切期待 大家注意这句 最后有一单 翩翩飞鸟 看到没有 喜我庭鸟 练和贤子 好生香火 香火 大家注意看到这句 他写的很含蓄 含蓄是什么 鸟儿练和贤子 在那个树 练和贤子好懂吗 把鸟脂肪摘下来 在那个树子上悠闲的 而且还有什么 还有他的朋友在去鸟身香火 香火 你叫一下他叫一下 他以为那两个鸟儿在亲密的对话 听懂了没有 大家注意到没有 他反称什么 他想等个朋友也好生香火 来了没有 没有来 他这里面有一点反称 大家注意 反正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期待 朋友欺而不自 是他叹息一惊 但诗人的情感反应 始终都是充和温样 你看 古人说他的特点就是 神显气性 破智一跃 皆无悲愤 我觉得神显气净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我和大家讲 古人认为有修养的人 应该表现出走漏的样子 要显得非常的冲荣 你看我就不是个有修养的人 走得哗哗哗哗的冲荣 要显得很冲荣悠闲 陶温是典型的那种非常充和的人 感情非常充和的人 在这点上我们比较一下 我们远吉就知道了 远吉也是等个朋友没等到 你看他多痛苦 那就是受不了 你比较就知道哪个人感情甜净 哪个人烦躁 你看看 这是一首名诗 远吉的这首诗 是一首名诗 看的 另外是八十二首 中间的一首 你看看 都坐空堂上 谁可欲欢子 出门临永乐 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 悠悠分矿野 姑娘西北飞 尼寿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 五言用字写 两首诗都写得好 刚才来说四言诗写得好 这首五言诗也写得好 大家可以看看 远吉反照到什么程度 首先是斗坐空堂上 在这个房间的坐着 谁可欲欢子 一个人谈就谈不来 他姑都死了 我们这个教室里三十多个人 没有哪个人跟我谈得来 烦死了 都坐空堂上 不是没有人 是没有一个朋友 大家都跟他谈不来 那么怎么办呢 在房间里坐着受不了 你们没有搞个孤独 我搞个孤独的 我经常跟朋友说 要早点结婚 我结婚就觉得有点晚了 梁九州比尼的时候回来 我一回来的时候 我真的我原来没有感觉过孤独 你看都本科的时候不孤独 有些哥儿们在一起玩 都年纪生的时候也不孤独 年纪生一平年回来 我就二十八岁了 因为我在农村去劳动了几年 二十八岁 刚回来的时候 我还是有很多同学 到一个家里星期六 那个时候周末是星期六 一个星期工作六天 星期六 今天到这个朋友家去玩一下 明天到那个朋友家去玩一下 好像开始还没有没有什么 后来我就发现不对 人家都有孩子了 又有老婆 我一个人跑来去干什么呀 打扰了别人生活 我就不到别人家去了 不到别人家去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星期六夜晚了 有电影 电影长的 一毛钱一张票 现在好像不要票了 对吧 去去 那个时候要带凳子 带一个凳子 回来 我一个人建房 一回来以后 把电影拉开 一会当时也没有家具 什么都没有白白的墙 一个灯 几本破书 再就说 那真是 电影成三人 对不对 做到以后 顾着都没办法 顾着都没办法 真的是受不了 我第一次感觉到 什么叫顾着了 我就告诉我说 大家你现在谁要结婚了 再要结婚了 再不结婚不行了 我说我觉得简直别出病了 反正我这个人比较怕孤独 我估计远期也是这样 你看 都坐空膛上 水口雨欢子 出门迷远涌楼 楼楼楼楼楼楼楼就很长的楼 长楼 不见行车马 找到人没有 没有 出门里楼楼楼楼也没有找到人 灯高望九州 何声我 我说找人找不到人 悠悠分框也 找到人没有 还没有找到人 瑕疵我了 她说姑娘西北飞 泥寿东南下 这个姑娘 泥寿就是她的影子 大家看得到 对吧 姑娘西北飞 泥寿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 物言用自喜 她希望有朋友有亲人 她简直就没找到一个人 越是有自和的人 我讲了 我讲了 我们古代 我们这么多年的先传很多不对 总是说这个伟大的人物 总是和人民信念信 听懂没有 跟我们革命道士 应该是说的完全不一样 应该是有句话 我觉得他说的最真实 他说天才从来都是孤独的 因为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 他想的那些鬼问题 老百姓想不到 所以他总是感到很孤独 他没有办法和别人倾诉 没有办法和别人倾诉 很多伟人 伟大聪明的人 非常敏感的人 比方说李白 比方说有些人 他这时代有极端的敏感 他发现 比方说当举国狂欢的时候 认为这是全民的盛事的时候 他可能发现这个时候要出大问题 他急着要是高是说 这不是盛事 别人都说你是个疯子 你是个反革命 听到了没有 你远吉是个决定的天长 你看他孤独在个什么程度 他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人 看到没有 你看 都坐空堂上 水口雨欢着 出门里涌楼 不见行车马 灯高望九州 悠悠分框也 一个人都没有找到 古希腊一个哲学家 他孤独的没办法 他跑到亚典的大街上去喊 说人呢 我怎么没看到人 听到了没有 他非常孤独 非常孤独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他写的非常烦兆 他写的非常烦兆 他烦的没办法 我们看看这首诗 我们看看这首诗 黄坎分析这首诗的主旨说 俱则狐若有亡 除则无所与实 这好懂吧 登高望远 幽失弥凡 所以诗亲友之物言 敢离群之已久也 他想 他和朋友分 就是他和人群分离得太久了 他受不了 从头桌空荡上 到齿门临涌楼 在进而登高望九州 深刻的解释了诗人难以致辞的孤独 没有知音无言的坐立不安 忧生空荡的堂食 气无行人的道路 一眼望不大头的旷野 烂死了诗人内心世界的空没 也间接地交代了他的六神无主的原因 找不到七居之所的孤飞之鸟 东奔西壮的离群之寿 年软就是西施人 兮兮惶惶惶惶的影子 回头再看看陶雅明 十四亲友的时候 显影通畅的那种田径的神情 看看飞鸟 年软和群子 年软和群子 好生香活的那种遗然自得 你看看他那些鬼鸟 远近的鸟 没有过鸟 是快乐的 你看他的鸟 古鸟 西北回 尼寿东南下 二十八天 一万鸟儿全部都失眠了 我给他讲过 你看陶雅明的鸟 两和群子 好生香活 我们可以体验到哪个人险境 哪个人狂躁 哪个人险境 我们讲到他 因此观无的情感态度 诗人的记忆也表现着 诗人能够以清明天静的心境 来应付任何人生的际遇 这点我们大家都应该学学陶雅明 应该用一种清明天静的心境 来应付我们未来人生的所有的遭遇 这点我和大家讲 可能你们这个年龄听不进去 我跟我的小孩总是说 我的小孩跟你们年龄是完全差不多 他今年也在都年纪生一年级 他是学数学 我估计是学理科的原因 完全是朽木不合调 我跟他每次讲人生的时候 完全没有办法讲通 他既不听我的 也不听他那个美国的叔叔的 他所有的人都不听 脑子天下第一 我认为一个人应该解说一些 我认为一个人 你要想过得快乐 就应该得 我前天看了一本书 一个美国人说 所谓的成长 他说一个人 所谓的成长 就是一个人一生 口口碰碰的 人生历程 大家说对不对 历程程从来都是不一般丰盛的 你在人的一生中间 总是有时候连续的几年痛苦 痛苦以后慢慢的 又过来到好日子 反正我是真的 这几年过的好日子 心情比较好 再马上又痛苦 痛苦以后又马上又痛苦 又快乐 快乐总是一样不断的弄 我估计我以后再不会痛苦了 因为我现在到这么大年龄了 把得失想是比较清楚了 我总是想把我的一些人生经历 告诉我的孩子 但我的孩子就是不听 我觉得陶渊明在这个方面 他能够与一种亲民舔尽的心境 来应付任何的人生际遇 你看 对于子生不孝 对于妄有不自 一般的人也可能还能够保不思风斗的沉浸 但是对于自己的贫穷总是难而失怀 谢谢大家 好 vielen 好了